熟練彈著柳葉琴架勢十足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哪一位知名演奏家 不过她可是百货公司新一代杂志封面女郎 其实说看到我就是说练琴练琴练琴这样子 然后以前比赛小时候比赛都很紧张 怕没有得名就不敢回家 22岁的宋平恩原本只是百货公司询问台小姐 领着130元时薪 因为空灵气质加上甜美外貌 被百货经纪人向重牵下 取代昆琳身价三级跳 我很喜欢喝茶然后茶叶泡的那种茶 因为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我都用清水洗脸 说真的保养没有什么在保养这样子 但是如果在工作前一天要拍照的话 前一天会先敷个面膜 不只前保养还靠着跑步维持好身材 一周固定运动两到三天 其实过去她就曾经在MV中展露头角 身高171公分 就算站在最旁边还是相当亮眼 很难想象她现在还是一名大学生 收入多少会就是把它分开 就是分三份 如果一个月一万块好了 可能就是两千左右 再花在生活用品上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存个四五千 一直以来的梦想从小到大就是买房子 对可以买房子给家人 代工半毒不喊累 宋平安要靠自己的力量 赚到人生一桶桶金 东西亚英雄撒打张布祥 台北斗